好,大家好,这里是林主义说 如果计算上的系统是Windows 11,21HII 或者是更低的版本 那么就要注意了 因为微软今天已经公布 这个版本的系统将会在下月结束服务 也就意味着 从2023年10月10号开始 这个Windows 11,21HII版本 将不会受到任何的安全更新 所以有必要采取措施 保证你系统的安全 接下来我们介绍了三种 不同的正确的升级安装方法 首先我们说第一种方法吧 在开始之前 首先我们需要去微软的官方网站上 去下载它的系统镜像文件 它的官方下载链接就是这个了 打开以后它上方会显示 当前的版本是Windows 11,22HII版本 这是它目前最新的版本 不管你当前的系统是Windows还是Windows 11 只要你的设备硬件复合要求 都会进行升级 如果你的系统比较近的话 那么伤口就要第二种方法进行升级 这大家不用着急 那先往下拉 那下方有一个这个 下载Windows 11支配印象 ISO介绍文件 然后先往下方下载选项 找里面有个Windows 11多版本 ISO介绍文件 这里最好不要选择中国特工版 因为它只是家庭版 我选第一个就可以了 因为它里面会内着Windows 11的 专业版还是公路站板都有 选择好以后 我们点下方下载按钮 把键下载一下 拿着它需要我们选择语言 也就是我们系统语言 这里根据自己需求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比如要简历中文 法律都有 选择好以后 我们点击确认 再来的话它会出现下载按钮 我们点上方这个Windows 11 64版本 我们把它倒下来 总共是5.45GB 然后现在点击开下载 这个下载过程 可能需要一分钟左右 下载所需的时间 随着曲线的网上速度 下载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Windows 11 最新版本的ISO介绍文件了 如果需要给其他电脑机安装的话 那么建议使用安装这款 超级强大又简单的U盘起动工具 Windows 11 我们先点上方这个下载按钮 目前这款U盘工具 是我建议最强大的U盘工具了 它目前支持绝大部分主流操作系统 不仅如此 通过这款工具 你不需要反复格式换U盘 我们只要把系统界限放到U盘里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接下来也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把出版文拖案的程序 给它盗上来 我们点上方这个下载按钮 进入以后 它上方有不同的版本 因为我当心是Windows系统 所以就选第一个就可以了 打开以后 它就拖款在GateHub上的 因为这款程序它是完全免费开源的 然后往下拉 在下方这个Windows版本 给它盗上来 总共是15.9兆 非常小 好 下载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互联这个亚硕包拉 那现在我给它夹出来 夹好以后 我们打开它 进入根目录下 然后接下来需要准备一个8G左右U盘 给它操作电子上 好 操作好以后 然后先打开这款程序 就这款主程序 打开 好 打开以后 它会这种视频我们当前插入U盘 如果在这里没看到这个U盘的话 那么给你点击右侧这个刷新按钮 来找它插入U盘 视频到U盘以后 它这么点击下方的安装就可以了 它这么会提示 就当前U盘会被格式化 U盘上的所有数据都会丢失 如果在U盘上有做数据的话 那么要提前备份一下 如果U盘是空的话 那么就提示就可以了 那这么点击式 这样的话它会格式化我们当前的U盘 好 安装完成以后 它上面会显示 恭喜你 Ventor已经成功安装到此设备中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给它关闭点 关闭以后 那下面打开我们的U盘 在我的电脑里 它下方会显示这个Ventor这个启动盘 我先打开它 打开以后它里面是空的 现在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Windows 11这个安收键箱文件 给它拖进来就可以了 拖进以后你不需要进任何的设置 这样的话它会直接把这个 Windows 11最新版的系统 拷费到这个U盘里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制作好 这个U盘启动盘了 好 否则过去以后 那下面给它关闭掉 这样我们只需要把这个U盘 拔出来就可以了 拔出来以后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U盘 给其他电脑机 安装这个最新版的Windows系统了 到时候你只要把这个U盘 插入到对方的电脑上 然后进行重启一下 重启以后 它现在通过这个键盘的Delete键 或者在F11、F10键 进入到系统的BiOS界面下 进入以后 然后把这个U盘 设置为D启动下 设置好以后 按下F10进行保存和重启一下 重启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Windows的启动界面了 最后需要进行补充一下的是 部分电脑在BiOS下 启动这个Windows的时候 它可能会确定这个错误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只要先点击OK 然后跟着我的步骤来 进行一步一步来选择 后面的设置步骤 应该跟我一样 全部设置好以后 最后我们点击Rubot重启一下 就可以正常进入到Windows的其中介面了 然后选择我们需要安装的系统 然后后面跟着它的提示 一步步点击下一步 进行安装就可以了 安装完成以后 你就可以获得这样一个最新版的 Windows 11 2S 2S2版本了 但这种升级安装方式 仅限于备安装电脑 它的硬件配置符合Windows的最低要求 如果对方电脑硬件不达标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需要使用第二种安装方法 现在重新回到零路博上的这个帖子 文章链接就是这个了 打开二页以后 我们先往下拉 第二种安装方法 就是通过Lufus写办工具 来突破Windows的安装限制 我们先给它东西下来 打开二页以后 它上方可以跟着语言 这里选择需要版本就可以了 选择好以后 我们先往下拉 这下方的最新版本 就是Lufus4.2的版本 它上方也是标准版 还有便携版本 都有啊 这款程序它也是完全免费开源的 它已经开源在GateHub上了 它所支持的系统版本 是Windows8或者更高的版本 都是开箱机用的 那么现在给它倒下来 总共是1.36兆 非常小 给它倒下来 好下载好以后 然后现在同样需要准备一个制造 制造8GU盘 好下载好以后 然后现在同样需要准备一个8G左右的U盘 给它插在电脑上 插入U盘以后 然后先打开这款Lufus写盘工具 好打开一以后 它上方会这种识别你单线U盘 如果没有识别你的U盘的话 那我们可以重新把插一下 然后接着我们点下方的引导类型 在镜像文件这里 我们点选择 选择镜像文件就可以了 那接着我们点右侧这个选择按钮 接着我们选择刚才下载好的 Windows11的最新版本 就是这个Windows11 24HII版本 我打了它 好打开一以后 这个分区类型这里 目前我们选择GPC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这个目标系统类型 我们选择UEFI 这个目标群的话 我们可以默认就可以了 不用管它 文件系统 选择NTFS 这个默认就可以了 设计好以后 那就问题开始 进入以后 它上方会显示 是否制定以Windows安装 如果你电脑硬件不达标的话 那么一定要勾选第一个选项 就是移除这个对4G 内存 安全引导 和TBM2.0模块的要求 勾选这个选项以后 它就可以突破这个限制了 然后下方移除对登陆微软账号的要求 这个你可以勾选 然后下方第三个选项 是否创建一个使用词用户名的本地账号 然后后面可以设置一个用户名 如果你需要创建一个本地账号 而不是联网账号的话 那么你可以勾选它 然后后面上下的选项 你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来去选择 像是禁止数据收集 跳过影视设置 如果你不选的话 你勾选它 还有这个最后一个选项 就用Block这个自动设备加密 如果你必须的话 也可以勾选上 设置好影以后 蓝键定计OK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它会弹出警告 继续以后 它会格式换单前的U盘上的数据 只要U盘是空的话 那么直接确定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它就开始把这个系统 写到U盘里了 这个写入过程大概需要一分钟左右 所需的时间 主要取决的U盘图写速度 好写到好影以后 蓝键定给它关闭掉 这样就可以把U盘给它拔出来了 制作好影以后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U盘 给其他电脑进行安装升级了 最关键是通过这种方法 它可以拖曝Windows 11 对硬件的限制要求 即使你的硬件不打变 它同样可以进行安装 当然你的硬件是符合升级要求的话 那么现在可以通过第三种方法 就直接双打开这个Windows 11 ISO键奖文件 我们双击打它 打开以后 在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setup点 应该是一程序 现在你只需要双击打开它就可以了 如果你需要在当前电脑上进行升级安装的话 那么打开以后 来进行下一步就可以了 来进行获取更新 它同样可以把你的当前Windows 或者Windows系统 是你的最新版本 或者你可以进入到设置中心 打开以后 来在左下方这里 选择Windows更新 来检查一下你的Windows系统 是不是最新版本 如果不是的话 它会自动下载便升级到最新版本 最后升级完成以后 先进入到这个系统中心 来打开你的当前系统版本 然后下方有个系统信息这里 在上方显示是Windows 11 版本的话是S2H3版本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保证 当前系统是最新的安全版本 今天视频所用的全部工具 他们下来链接 我们下方